台灣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成功防疫 全球有目共睹 但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地的舉動卻層出不窮 昨天口罩實名2.0公佈後 一週商品口罩可從網路購買 但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卻批七元運費太貴 應由政府吸收 究竟民眾對於七元運費能不能接受呢? 價格是比較高一點啦 便利性來講的話 因為排隊我們也排不到嘛 那如果說有這個選擇的話我覺得也是不錯啦 這個相關也是有它的成本在啊 那國家對於這個預算的考量 他們應該也是有計算過啦 那至於說要不要收 因為民眾自己承擔這個成本也 並不會 我覺得並不會對我們家庭有多大 就是多大的影響 如果說我能夠了解一個客觀的來龍去賣 那我再去做評論學習會比較客觀 因為我想每一個人在做一個決策 有他的歷程 那我如果是當事人的話 我怎麼來做這個決策 這個也是我需要去學習的地方這樣 而不是人人云亦云好這樣 前幾天也傳出立委汪崇軍提案 要求共結481的防疫預算 雖然會成功連署 但卻讓人不禁質疑 國民黨是否在扯台灣防疫的後腿 其實當然在野黨的委員 他們特別透過這樣的方式 在背著整個預算的執行 那對我們來講 這次的防疫其實非常的緊迫 而且整個疫情延燒的狀況是 大家都不知道會到什麼程度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特別預算 就是希望能夠讓大家 趕快來去做紓困的動作 那任何預算的凍結 其實都會導致整個疫情受到拖延 國民黨的委員 其實如果監督 是讓整個防疫更完整更完善 然後能夠讓行政團隊知道說 哪邊是不夠充分可以再調整 我相信大家也會覺得說是對防疫有幫助 你這個杯葛的動作 其實只是在批評甚至謾罵 甚至是沒有理由的這個抵抗 甚至是杯葛的話 那當然對於民眾來講 會覺得說這樣子的行為 就是在扯後腿 而對於國民黨從口罩進出口 到近期的動結預算提案 民眾也表示意見 有些人講的話就是很不切實際 就不用理會就對了 就是對現實沒有什麼注意 防疫的經費就是 我覺得不要去省這種錢 對啊 對啊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啊 我覺得大家也是要團結啦 不要分藍的綠的啦 就是做正確的事情 如果說你真的找到什麼不對的 就提出來大家就 大家要去檢討糾正嘛 那你不要就說 就是說你想要怎樣就怎樣 在野黨本身就一定會講類似的話啊 我覺得該做好事情就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對就是在野黨畢竟現在是少數就讓他們講吧 對那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口罩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如果能就是讓數量多起來讓人更容易買到 就照正確的事情去做就可以了 國民黨就是 有點有點像是為反對而反對吧 就是為了現在那個 執政黨是民進黨 然後剛好拿這個議題來操作他們的那個 知名度吧 國民黨一向都在扯台灣貨車啊 不是防疫而已啊 有長期執政經驗的國民黨 卻在這次全民防疫時狂出包 甚至顯示讓台灣出現防疫破口 馬英九 韓國瑜 都想進行台灣的口罩進入口分測 我個人覺得 未必是一個很聰明跟智慧的決定 國民黨七人小組先前承辦 台雙包金鬧出披露 媒體人黃志賢狂批誠實鬆鬆碎 不管是對於口罩一開始是否要出口 或者是針對所謂的這個小民事件啊等等 其實大家都會認為說 國民黨的種種作為 對於防疫是沒有幫助 甚至可能會成為防疫的破口 那身為一個曾經執政過 而且是長期執政的一個在野黨 這樣子的作為 完全沒有辦法讓人想像說 國民黨在 就是過去長期執政的經驗到底是什麼 那照理說 國民黨應該發揮說 他們過去執政的經驗 然後能夠相輔相成 來提供給執政黨 然後作為一個互相可以切磋 或者是幫助防疫的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可惜國民黨這一次的整個過程 都讓人覺得說 除了製造防疫破口 變成這個豬隊友之外 對於整個防疫其實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會不會有最大的 安排 會不會有多大小型直彈 會不會有空 會不會有空 以及會不會有遇到 在這次的時期 無論如何